大家好,我叫张爱娟 有梦想就一如既往 我没有博学多才 但是我坚韧刻苦 从一个美容师做到店长 从一个减肥者做到一个舞蹈老师 我都在很努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放弃美容是因为销售疲劳 选择舞蹈是因为在享受的过程中 还能够愉快地挣钱 那么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要寻找一份跟销售有关的工作 重新开始学习 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谢谢 老师好 三十了 嗯 结婚了吗 木有 我的工作都接触不到男性 所以很难 你啥工作啊 我不是一直就是最初是美容 全是女孩子 现在舞蹈也都是女孩子 为什么会学习数控车床专业 那个是我父母让我学的 因为我们洛阳是重工企业 就是如果是去厂里面做工人的话 就是要铁饭碗 那你顺利毕业了没有 顺利是顺利毕业 只是在那个实操的时候没毕业 因为找不着开关 学了两年的数控车床专业 找不到车床的开关 越来越难了 我就是找不着 你是纯粹那种混文凭的人 因为不是特别喜欢 只是因为我爸妈高兴 那什么时候开始找到了人生的开关 就是我毕业的时候 我妈已经不爱搭理我了 她觉得我让你读了书你也没啥用 然后我就问我 发小借了两百块钱去了广州 我说我要学美容 最初是做美容师 然后就一直也卖产品 就是推销 做销售 对对对 做怎么样 最开始第一年无法接受 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 是一个销售的行业 我以为就是好看 美白 第二年的时候好一点 也能拿到店里面的一二名 那你的销售方式是什么 我的销售方式是靠实力 这样我们简单地说一下 对于将来职场和生活的规划是什么 想拥有一家自己的店 它并没有明确的定项 对于一个30岁的人来讲的话 更要明确自己是在哪个方向 哪个行业 然后才能找到点血 犀利精准的表达方式 我这个人就是直接 问到啥就说啥 因为我觉得不需要避讳 这样人活起来简单 这女孩其实挺可爱的 挺直白的 其实她深切感受到 自己知识文化的不足 是吧 对对 其实想读书 30岁还来得及 还可以 只要你有心还可以读书 如果你去到企业的话 如果企业有这样的培训机制 有了这样的环境 你愿不愿再去回炉一遍 老板不嫌弃 我是愿意的吧 愿意的是吧 我觉得问题在于她 你距离你上一次 深度的看书 大概是多久了 得五六年了吗 问题就在这儿 你本身是没有一个 学习的习惯 还有一点 她以后到企业去干 她的这个行为局只得改 你刚刚问她说 你距离上一次看书 有多久了 五六年了吗 以后不能这样 职场当中不能这样 这个待会她会给我们 跳一段舞 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要求薪资多少 底薪 说一个数 底薪 那就三千吧 三千倒是不高 做销售 对 做实体销售 对 来 第一轮选择取货磊 还有六盏灯 天生我有台 上钢管 打电话 就会给我们 打电话 打电话 有点 是 我们在这儿 请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学过舞蹈的人 你能够学到这个 实际上我其实能够看到你在学习这一段时间的过程当中 你吃苦的历程我看到了 我不知道读书系统的去学一些理论 和让你吃这样的苦 这两个苦你是不是都能吃 或者是说两个哪个对你更难 之前的话我肯定是按照自己喜欢的去选 肯定这个舞蹈我喜欢 但是现在我整个人的思路变了 我要学习 所以我就是认定我要学习 不是说我喜不喜欢 就是我一定要学 还是期望他能够去尝试着先理解 观念会影响他的行为 行为坚持21天会慢慢形成习惯 而习惯就会塑造性格 性格就会改变命运 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 要怎么好好的活下去 还真的得学本领 老张来说说性格评估 内向 宜人性的分不太高 主要体现在他喜欢做 他觉得有兴趣的 爱好的工作 比较固执 那么这一块呢 在职场上怎么看 怎么应用好你的专业和固执 执着 假如说在一个企业当中呢 有各种各样的配合的话 你这种固执呢 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因素 自我评价不错 职业清晰度 因为他唯有这条路 也比较清晰 就是在自信 这块呢 得分很低 属于自卑的状态 其实他的自卑呢 来自于小的时候 家庭的创伤 父亲在他三年级的时候呢 出了车祸 本来家庭呢 是在做生意的 出了车祸之后呢 家庭赔了一大笔钱 变成呢 惨弱 这时候呢 整个家庭的经济 就受影响 看起来也大大咧咧 其实我内心挺不自信的 也确实是因为 我小的时候 我家里出了些事情 从那个时候 就不愿意与人交流了 包括到现在 不是熟悉的人 都不敢用眼睛去对视 其实呢 每个人都有他的优势和弱势 知道吧 你有你的 现在这个技能 的确不错 没必要自卑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你要注意的几点问题 好 谢谢老师 你有一个定向吗 就是 销售是哪一类 因为我目前 我是做舞蹈 我觉得应该跟健身挂钩 但是因为其他的 我觉得我可能入手比较难 可能会给老板带来负担 你刚才对自己判断挺准的 我觉得就是去健身 做 我觉得当时做健身私教 是未来一个比较稀缺的岗位 本来女教练就少 对 然后 这个现在私教课程又一直在涨 这未来是个会 相对来说 稀缺又井喷的这么一个职业 对 我觉得能改变你的命运 就是你刚才跳舞 他们刚才说什么 觉得难过 我觉得没什么难过 你跳得很好看 我觉得 就是跳得很棒 而且你那还真的是找到 你喜欢的 我觉得很不错 你欠缺的什么呢 你的那个文化的底蕴 就是欠缺 而这个文化底蕴 你要是没有的话 那你可能 就一直停留在这样一个水平上 你只要在文化 这个上面再加强的话 其实你以后 做个舞蹈老师 或者开自己的舞蹈工作室的话 我认为对你来讲 都是非常合适的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看着你跳得就心酸 有些人看着觉得没什么 其实他到这个舞台上来 本来就是克服着 很大的心理压力 但他很知道 自己的缺陷在什么 并且为此而感觉到心痛 所以他才会有 舞台上的种种表现 刚才的抓指甲也好 其实都是为了 眼神内心的不安 其实内心还挺稚嫩的 在一棵树 也许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次是现在 那就好好地抓住现在 我相信呢 用五年的时间 它会升级 会脱胎环骨 接下来咱们 咱们也什么也不说了 有岗位的就给岗位 第二轮选的 你需要经历学习的过程 在学成之前 在拿到教练的执照之前 那我能够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市场部的一个活动执行 去配合大家 把一个项目实施好 但是最希望看到的是 有一天你能够拿着 证书来告诉我 我可以去上岗 教这节课了 薪酬 4500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们可以提供宿舍 太棒 谢谢老师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有问题吗 我就想问 我每个月有几天假 因为我还想去 我的高空 也不想放弃 其实关于高空 我觉得可能给你 更好的一个机会 就是你可以代表品牌 去参加 这个行业里的一些比赛 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小组 希望你能够 用你的专业为品牌 能够拿回来一些成绩 谢谢 谢谢 考虑十秒 做出你的最后的选择 保丽好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 保丽好 谢谢